-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 跟你看店欄看店更有跟 我是XXY 歡迎收聽H&M365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用365天的篇幅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但也了解歷史上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喔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7號 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33年的2月27號 國會縱火案 這指的國會是指德國的國會大樓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1933年的2月27號晚間大概9點左右的時間 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發生了大火 警銷人員迅速的抵達現場 發現主要是在議會大樓發生的爆炸 起火燃燒 警方在搜索現場的時候呢 迅速逮捕了一位擁有荷蘭共產黨身份的嫌疑犯 馬尼魯斯·范德·盧貝 而當時擔任總理的希特勒 以及國會議長的柯林 也很快地抵達現場 發現了這位共產黨員之後呢 柯林也立刻地聲稱這起縱火案就是由共產黨人士所主導 由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也將此事大作文章 並且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他要求當時年事已高的總統新登堡簽署國會縱火法令 剝奪了大多數的德國公民權利 以及新聞和集會等等的自由 並且也削弱了威馬共和的憲法之中賦予總統的權利 讓身為總理的希特勒在這件事情之後呢 獲得了極高的權力 而這起看似單純的火災 其實根據歷史學家的不同研究呢 而有不同的說法 甚至也有陰謀論者認為呢 這是一場納粹黨自導自演的政治大秀 但是不論如何 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 在之後呢不斷地利用民眾在國會縱火案之後 對共產勢力入侵的恐懼 讓納粹黨在接下來的選舉之中呢 不斷地勝出 漸漸掌控了整個德國 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要將時間拉回到1933年的1月30號 在納粹黨和多個右派政黨的支持之下 希特勒被選為德國的總理 但是他所領導的納粹黨在當時的國會席次呢 只佔有34% 也就是呢在584席之中呢 只有佔有196席 他在合法取得總理職位之後呢 立刻要求總統解散國會 並且將重新選舉的日子定在1933年的3月5號 結果就在這起國會縱火案之後 德國國會重新選舉 納粹黨取得了288席次 佔總席次的43% 成為全德國35個國會選區之中的最大黨 結果就在同一個月的3月23日 納粹黨已在國會的席次優勢通過了授權法 容許總理和他的內閣 在可以不需要經過議會的同意之下通過任何的法案 在3個月之後的6月 他們開始取締新興的政黨 讓納粹黨一黨獨大 甚至讓納粹黨成為了德國唯一的合法政黨 最後他們在隔年的1934年的8月2號 新登堡總統去世之後呢 讓希特勒總理兼任總統 並且又通過了法案 讓希特勒成為元首兼任總理 讓希特勒的權力之首遮天 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獨裁者 這個時候很多人應該就會很好奇的想要問啊 為什麼德國當時的民眾會這麼的相信 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呢 甚至還甘心的透過一場場的選舉 將自己的權力和民主的未來 斷送在納粹黨一步步的獨裁統治之下呢 我們曾經應該有提到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凡爾賽條約 德國當時被當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大戰犯 很多的戰爭原因 甚至是割地賠款 讓德國在戰後之後喘不過氣 當時左派團體崛起之後呢 共產黨人士漸漸的在德國的國會之中 取得了絕對的優勢 讓當時打著民族主義的大旗 承諾讓德國的每一戶人家的餐桌上 都有牛奶和麵包的希特勒 他的政見和政黨的種種理念 獲得了低下層的民眾支持 因此希特勒在上台期間 將軍隊和教會之外的所有政治社會機構都納粹化 一步步廢除了當時的德國威馬共和體制 修改了憲法之中對於人民的義務和權利 利用它所謂的黨衛軍 取締了其他政黨和團體 讓德國的政壇好像只存在一種聲音 換句話說 當時或許也存在著對希特勒的一些不滿評論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反對的聲音很快的就會被納粹黨所壓制 甚至是根本就不會讓一般的民眾聽到 再加上希特勒在上台之後 納粹黨所推行的種種經濟政策 也確實讓德國的經濟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案之後的陰霾 同時納粹德國也大興土木 在國內建造了大型的基礎設施 像是高速公路、鐵路、水壩等等重大的建設工程 讓國內的內需提高 解決了大量失業的問題 甚至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期間 讓全世界看到了德國在一戰之後 許久未見的光榮時刻 因此我們今天所提到的國會縱火案 可以說是納粹黨在建立獨裁政權的開端 同時也是德國在威馬共和時期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捩點 所以換言之 我們今天所提到的這場國會縱火案 它不單單只是一場火災而已 它其實燒出的是 當時的德國國民對於共產黨的恐懼 以及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 取得政權的一個大好機會 有關納粹黨的崛起 和希特勒在早期投入政壇之後 漸漸崛起的這個過程 大家不妨可以參考在2003年 所推出的希特勒惡魔的崛起 這部電影呢 我嚴格來說是由加拿大所製作的迷你影集 分成上下兩部 總片長是150分鐘 它的故事呢 是從希特勒的童年開始描述 詳實記錄了他是如何領導納粹黨 直到他在1934年完全執政成為獨裁者的過程 這部電影或是迷你影集呢 獲得了七項愛美獎的提名 並最終獲得了最佳美術設計 以及最佳音效剪輯兩項大獎的肯定 大家在看這個影集的過程之中呢 我認為多多少少都會觀察到一段非常有趣的政治轉變歷史 為什麼當時的德國人民 心甘情願的雙手奉上自己的民主未來 給這位我們都認為是歷史罪人的獨裁者呢 而劇情當中呢 也有呈現了國會縱火案的始末 也同時呈現了當時希特勒 允許警方進行所謂的預防性羈押 並將這件事情操作是德國的敵人所為 讓他在接下來合法地漸漸取得政權 我認為呢 學習這段歷史 也可以套用到當今的一些國家的政權 透過一些事件的操作 上台掌權之後呢 漸漸獲得了全部的權力 甚至在取得權力之後呢 號召國內的力量 對鄰近的國家進行侵略或攻擊 很多事情呢 都是在我們認為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麼扯的事情的情況之下發生 或許從歷史的脈絡上 來看看當今的世界局勢 你會感覺到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或許呢 歷史就是不斷的在重演 而我們在閱讀這些歷史故事的時候呢 最好的教訓呢 應該就是要懂得自己獨立思考 對任何的事情 小制 個人 大制 國家 都應該要去全盤的了解 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以及他在做了之後呢 應該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喔 好啦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分享的歷史事件 國會縱火案 以及我們所推薦的影集或是電影 希特勒 惡魔的崛起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歷史故事之後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你們看過這部電影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方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呢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絲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Apple Podcast 和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 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來討論喔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Bye A reckannt Peace Ba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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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